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电力扩建与开发新电源 东部电力尚有多余电量可以运用 因此台电克服人力、物资及财力等万难下 民国37年开始新建69KV旧东西输电线 从万大到同门 是台湾东西地区汇流成整体的电力网 是当时唯一横贯中央山脉 海拔近3000公尺的东西输电线 新建工程二回线分成二路架设 分别于民国40年完成乙线 与42年完成甲线 全长约45公里 西齐物社、屯园、云海保线索 天池、东至快林保线索 齐来磐石保线索、同门等地 有台湾电力万里长城美誉 沿途所经过的高山 地势险峻陡峭 人烟寒至 工程人员不仅要徒步开山造路 还得将所有生活物资 机器设备扛上山 一面工作 同时还得与大自然搏斗 有时山区下雪 有时落下冰袍 加上高山稀薄的空气 更考验着每个人的肺活量与高山症的可能 工作环境尽管恶劣 但为了整体电力传输的考量 这条以双杆形木柱为基础 横跨花莲南投两县的东西县路 终于还是完工了 旧东西县对台湾经济贡献盛大 台电公司特立纪念碑与中央山脉门高山 主峰海拔高达3262公尺的安部 同时也是南投县与花莲县分界处 纪念碑面西相是先总统蒋公清体的立同名声 纪念此画时代工程建设 面东相则为光丕八表 象征东电西宋 光明照耀四面八方 造福大众名声 一旁的纪事碑详细说明这段工程的缘由 戒碑沿线 风软起伏 景致宜人已成为登山客登高跳远的景点 之后东部用电需求日增 在西部电力线路陆续完成后 旧东西线转由西电东宋 承担起调节东西部用电的重责大任 顾虑旧东西线随着年份逐渐老旧 在电力传输效能以及电力稳定供应的考量下 另外规划了345kV的新东西线输电线 另加上一条161kV的南徽花莲线 它从丰港经过台东到花莲 如此正常运作下 以能确保花莲地区电力供应无余 民国88年的729大停电及921大地震 台电借由旧东西线路迅速全省赴电 94年的龙王台风由万大电厂在满载转道同门开闭所 使花莲地区避免限电 旧东西线每每成为电力系统的救命线路 台电将原本的夹以两线合并为万大同门线 长46.507公里 即现今所称的旧东西线 目前由台中供电区营运处 与花东供电区营运处共同维护 仅负责加压而不供电 转换成为东西部电力供输重要的备用线路 台电用真诚写历史 让台湾亮起来